最近又有一窝小崽子长大了 远呼呼的小崽子们 抓出了一只乔乔 远远的大脑袋 卷卷的小胡子 乖乖的性格 再抓一只直毛的崽子 小崽子性格都很好 随便掳啊 他们的妈妈都溜出去玩了 抓过来 给大伙瞧瞧 体型超大的鼠妈 抓她她还不乐意 今天就是给他们把握换一下 生完崽子后 一直没有换过 大家的鼠妈 要是刚生了小崽子 千万不要驱动他们 也不要觉得窝掌 给他们换电料 只要保证鼠妈 食物和水分充足就好了 也不要因为好奇 一天看鼠八百遍 给她一个安静的环境 避免鼠妈受惊吓 导致鼠崽子被回收 就这样随便不止一下啊 先把鼠妈放进去 接下来到小崽子们 终于搞定了 给他们放回原位 一群干饭鼠 快点来个一一接走 当然一副也行 有一只小崽 已经发现了他们的树屋了 但这个进出方式 好像有点不太对啊 执着干饭的一堆鼠 把鼠妈都给挤走了 妈呀 直冲过来 这是找我就命吗 是不是从小崽子 那里抢过来的 瞧给孩子挤的 我来救你了 左边甲囊里 就是那颗大花生了 太可爱了 又是被鼠子 治愈的一天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